伴随着时间的推移,中国女派即使已经过去近一个月,郎平依然率领众弟子刻苦训练着,然而在近日,中国女派由于郎党出席活动的原因,女派仗将终于获得了短暂的休息机会,郎平则是率领助袁章三人参加活动,并引起了许多球迷的关注。 因为这确实是他们难得的闲暇时间,女派对人们的训练的确非常艰苦,然而在这个时候,并不是所有球员,都按照郎平的吩咐好好休息,有三名球员依然现身训练管家练,他们分别是林立、道义和龚翔宇,这三人放弃了短暂的休息机会,依然主动参与训练。 众所周知,26岁的老叫林立,她一直是队内的凯末,来自福建女排的她,或许是郎平最为放心的球员之一,无论是在场上还是在场下,林立都非常自觉而且低调。 她的异传能力最为稳定,防守能力在队内也是守屈一职,并且林立的态度积极,任劳任怨。 她堪称中国女排的老黄牛班的球员,此次要求加烈,自然也不会让人意外,希望能在亚运会继续保持高水平的竞技状态。 而21岁的龚祥宇,她同样是一名相当刻苦的球员,仅19岁的时候,便能入狼屏的发言,帮助中国女排夺得里约奥运会冠军。 龚祥宇必然是有她的过人之处,如今她仍然在不断进步,龚祥宇也有望成为中国女排又一拳免手。 她的遗传能力,防守,篮网和小球串严方面都有较大的提升,若龚祥宇能补强进攻火力,那么龚祥宇早晚会成为世界级的球员。 至于20岁的新人高义,她的遭遇比较悲催,因为此次的14人亚运会名单,高义没能再次入选,由于高义的技术存在明显短板,私职复工的她却的进攻和篮网方面都不突出。 不过高义的身体条件出色,毕甲十分出众,因此她要想实现灭习,就必须加倍努力,刻苦训练,因此这一次她与林立,共享与共同加点。 这样的精神如实让人钦佩,向毕高义的努力,郎平也都看在眼里,所以也希望她能尽快打动郎平,早日在国家对站稳脚跟。